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这次视频开始前 小贩做个声明 本期巅峰之志的番外篇 是个过渡篇章 是真正意义上的沉上喜下 也为大结局做了最为坚实的铺垫 信息量可谓爆炸 原创的地方非常多 既填了前面的坑 还为后面漫画的女性角色 在游戏中起作用做了一个铺垫 这里会引进一个常驻角色 所以本期的斗志内容 虽然没有那么给力 但是整体的编排 还绝对是小贩最用心 故事也绝对精彩 从这个番外篇过后的游戏 几乎都是强强对话了 老规矩不知道这个系列的朋友 可以看看评论区的字顶 本期收藏过两万 五天内更新强异制片 完成了败者复活的前三个游戏 我还在为美语为什么也是玩家 感到疑惑时 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又回到了之前的世界 再次附身到了这个名叫片切有衣的人身上 这是一个白色头发的年轻女子站在了我的面前 直接告诉我我认识她 小范 是你吗 当这熟悉的声音响起时 我差点控制不住自己想要拥抱她 但看她的眼神我就明白了 她不是美语 她是那个神制造的美语分身 是的 我不是美语 这个声音也只是我装出来的 因为之前我接到的游戏通关条件是跟着你 具体原因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也是一名玩家 你可以叫我新木 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 我对你也不感兴趣 有人让我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不存在的 你无论怎么做也救不了你想救的那个人 我知道呀 你不是第一次跟我这么说的人 是你不明白 美语根本就没有死 这一切都是你的妄想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妄想 你不要再逃避了 好好回想一下吧 是你自己亲手毁掉了你们之间的羁绊 别给我胡说八道呀 你这混蛋 在之前的游戏中你明明已经落败 现在却出现在这里 说明你也通过了败者复活赛 这个神的游戏是真真切切存在的 你现在跑来给我说这些 你自己不觉得滑稽吗 而要解释这一点也很简单 之前你就是受了运营方的指示 那么现在你过来说这番话 仍然是受了运营方的指示 你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提线木 就别装的你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 我滔滔不绝的分析着情绪异常的激动 这么激动的原因我心里也很明白 我不是说给他听的 我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想要说服自己 突然他泪流满面 他说这眼泪并不是为他而流 而是为我而流 我是一个可怜人 我故作镇定 让他离我远点 他欲言又止 缓步走开了 我非常清楚 神不会无缘无故的让世界轮换 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目的 或者这里又会有什么心得游戏 可是这跟之前三场败者复活赛的规矩又背道而驰 所以一时间我也不明白 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不过很快我就知道了 晚间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他告诉我新的游戏开始了 这次的游戏规则非常简单 我只需要选择去还是不去 如果我选择去 那么我自己会遭遇非常可怕的事情 如果我选择不去 那么有个人会受到一点点小的惩罚 随后会遭受一点小小惩罚的人的照片发过来了 死心目 我本来想马上挂掉电话 可是今天早上心目欲言又止的样子 让我感觉他知道些什么 可能是关于美语的 而且游戏这么快早上门来 也说明了自己不是无端端被带到这个世界中来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 听我说给你举个例子吧 所谓的苦痛是因人而异的 究竟谁才是最惨的 这根本无法比较吧 不过如果我们把相同的痛苦给予两个人 忍耐强的一方可能不会出声 但是忍耐弱的一方就会大叫出声 按理说是忍耐强的那个人才更值得尊敬吧 然而事实确实 这个世界会对叫出声的人温柔以待 这种事情你不觉得非常不讲道理吗 拼命忍耐的人会遭受指责 摆出一副惨状的人得到同情和帮助 这不就等于弱者得胜的一样吗 因此才有了这个游戏 在之前的游戏中 你一路带着心目走向胜利 我都是知道的哦 如果你来你会遇到可怕的事情 如果你不来 可能代价会稍微少一点 不过你和他忍耐力 谁更强就不用多说了吧 那么选择权在你手上 你到底参加或者不参加这个弱者得胜的游戏 说完对方就挂了电话 其实我也根本没有选择 于是我来到了指定的地里 这是一个废弃的工厂 一进到工厂里面 我就被几个大汉丢翻在地 当我再次抬起头 竟然看到了十几个像蛊惑仔一般的男人 这是干什么 演电影吗 我心中吐槽道 小凡 你为什么要过来 我转过头就看到了心目 我心里很讨厌这种感觉 流着眼泪一副残弱的样子 声音还与眉宇接近 这不是逼着我来救你吗 打扰你们的感动再会 真是抱歉 好戏才要刚刚开始呢 他的声音没有机械的感觉了 我马上询问道 你不是游戏运营方的人吧 这次的神的游戏是特别节目 所以全权由我这个代主理人负责了 我叫黑木 同时我也是这个代理人团队的老大 那我就来说明一下弱者得胜的真正规则吧 在此之前我悄悄的告诉你 我可是真正知晓你过去的人 你不会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一个拯救美人的英雄吧 啊 还觉得自己挺有信念挺帅的 想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老老实实参加游戏 这样子 我可能会给你透露一点信息 看着我似乎安分了的样子 黑木继续说道 刚才电话你的规则实际上是不完善的 事实上有异军要受到三次肉体上的疼痛 如果你能忍受痛苦到最后 我会连同你和心目一起释放 不过嘛 这么简单 那还是什么神的游戏呀 所以我们给你个大优惠 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不用遭到暴力对待 就是由心目来代替你承担痛苦 心目妹妹可以决定谁承担痛苦 要点就在于如果心目妹妹选择了自己 那么他受到的痛苦就要比你受到的少一些 原来如此 我知道这些家伙想做什么 关键是这游戏明显与之前的游戏不相同 就好像临时大的炒台班子一样 选择的途中 有异军不能开口 如果他说话了 你们两个都要承担痛苦 从始至终选择让谁痛苦的都是心目妹妹女儿 就看你有没有牺牲精神呢 毕竟那个友谊直接就过来救你了 那么赶紧开始第一项的痛苦吧 选一个人来被我们对的刚力军殴打 心目妹妹如果选自己就被打一拳 如果选择友谊就要被打三拳 顺带给心目妹妹说一下 他人如其名 力大无比 女孩子要是被打上一拳 连弹古鸡都会变形吧 选择时间五秒 五秒内你没有选择 就是默认让友谊军替你承受痛苦 心目根本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他支支吾吾的数数 我突然一跺脚 示意由自己来 因为过一句中我不能说话 友谊军不愧是整个神的游戏中 知名的抱有拯救信念的人 那么就由你来承担痛苦吧 心目妹妹 你看好了 接下来的事情可是你一手造成的 好痛 最近我怎么老是在挨揍 算了 这么一笔的话 躲猫猫游戏中 那个大猩猩的拳头要厉害多了 没事吧 手 手翻 别喊我的真名呀 纯女人 对不起 友谊 下一次有我来 不错不错 那接下来确定是你来吗 心目妹妹 心目 点了点头 好 那就把手放在这里吧 下一项痛苦是剥掉手指甲 心目妹妹 你能忍受这份痛苦吗 啊 对了 就算是现在 你要换成友谊军 也是可以的哦 毕竟你跟他素不相识嘛 不过你如果选择友谊军 他就要剥掉三片手指甲 也就是你痛苦的三倍 来吧 心目妹妹 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顺带一提 如果你保持沉默 就会自动变成友谊军替你 才怪咧 就自动变成你 承受痛苦 没说话 就代表你有所觉悟了 黑木故意把钳子慢慢放在心目的指甲上 那么我开死了 当黑木开始用尽死 我发现心目已经惶恐不安了 友谊 心目突然大声喊道 我该怎么办 友谊 我只是收到某个人的指示 才去跟你说那番话 我们 我们什么交情都没有 我没有道理 帮你承受痛苦吧 我好痛啊 怎么办 怎么办呢 他都这么说了 你要怎么办呀 友谊军 我二话没说 把自己的手放在桌子上 有骨气 那么就如你所愿 一口气全拨下来 一片 两片 三片 不问指甲的黑木 感觉很快乐 长呼了一口气 呵呵呵呵 怎么样 你感觉怎么样 友谊军 而在另一旁的心目 只是喃喃自语着对不起 喂 我想要问个事情 什么 为什么这种人渣会是你们老大呀 这家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吗 不管怎么想 论打架 是那边刚立军更猛一点吧 性格也是个斗S 长相也丑得让人恶心 呵呵呵 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你好像对这方面一窍不通啊 当老大最重要的不是力量 是老子啊 我是他们之中最聪明的 把你搞成这副惨状 也是我的杰作 能做到这点的只有我 还有 我是最有胆量的 无论什么我都绝不害怕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绝不会出卖同伴 是吗 头脑 胆量 还有不会出卖同伴吗 这就是你当老大的条件呀 这家伙怎么回事 怎么一副要吃人的表情 回到游戏中来吧 因为你之前废话太多 搞得我心情不爽 我就稍微改改游戏的方向吧 如果第三次选择 心目妹妹选择自己 那就要脱光衣服跳舞 这也就是精神上的痛苦 被这么多大男人看光身子 是很大的羞耻吧 然后如果选择友谊君 当然 谁他想看你的裸体呀 就用这把刀 玩也删下 这次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 决定谁承担痛苦 这次商量也可以哦 话虽如此 一边 只不过是精神受到屈辱 另一边 却要忍受地狱般的疼痛 就算神的游戏世界会轮换 到底哪种痛苦 在你们心里的烙印更深 你们就自己商量吧 友谊 友谊你来决定吧 喂喂 心目妹妹 你是认真的吗 在关键时候 就让别人做选择 让别人承担心理上的压力 这个时候不应该说我来吗 心目 你就别躲躲藏藏了 说出自己内心 真实的想法吧 我 我知道 这次应该由我来了 但是我做不了决定 前面的游戏 我都是靠着你一路过来的 所以 你来拿主意吧 我绝对会听从友谊的 是吗 这次 还是由我来吧 太垃圾了 你真是垃圾呀 心目妹妹 什么都忍受不了 什么都无法决定 明明是靠着友谊军 一路从神的游戏中通关 可就是因为你弱小的极致 反而什么伤害都没承受 这也太真实了 这就是弱者得胜呀 心目妹妹 我把手放在桌子上 黑木也是二话没说 直接插了过来 这痛感瞬间席卷大了 以至于我也忍不住叫出了声 不过这些痛苦 都比不了黑木 接下来对我说的悄悄话 你现在还不明白吗 正是你自己的弱小赶走了梅雨呀 他早就不在你身边了 黑木的话 伴随着手掌心传来的疼痛 我好像回忆起了点什么 梅雨 你来找我是什么事情呀 听说你又没有去学校指定的公司实习 是 我没有去 你知道我的 志向不在这里 那你的志向在哪里 昨天说要写小说 今天又说要当up主 后天又说要去开餐饮 这些你所谓的志向 哪次你坚持超过一个月了 人的志向总是在不断变嘛 可是学费要怎么办呢 助学贷款还有很多 父母给的钱 连生活费都不够 毕业的话 你自己的未来你有想过吗 总会有办法的嘛 总会有办法 哪里还有什么办法呀 你天真也要有个限度啊 你说你写小说 我从网上给你收集资料 帮你联系编辑 请之前写过网络小说的诗歌 让他指导你 你呢 学习了一个月 说不写就不写了 后面又说要做短视频 花钱报了一个速成班 结果和你一起去的好几个同学都成功 你每天除了抱怨就是抱怨 根本不去想你自己的视频到底哪里不好看 后面也是干脆就不做了 在网络上教导别人应该怎么做的时候 倒是头头是道 整天出了嘴巴被别人厉害 你又有哪次是叫人真的赏心了 我求求你了 你清醒一点吧 你不是天才 做什么都必须得一步一个脚印 你什么意思 你就是看不起我了 哼 说到底不就是那个你什么师哥吗 他是高富帅 我就是个屌师 他喜欢你 哼 我懂 人生本来就很艰难的 大家都一样 可是大家都在努力 因为大家都有想守护 想追求的东西 我也一样 虽然很辛苦 但是没没想到自己重要之物 心中都充满了力量 我以为你也是一样的 黛子 好好照顾自己 以后我就不再过来了 梅雨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 辛苦你了 神的游戏特别篇到此结束 你们可以回去了 不过你们已经不是那种可以一起回去的关系了吧 跟手上的疼痛相比 还是自己的愚蠢让人更加难过呀 这次我真是久违的生气了 无论是生自己的气 还是 啊 生气了 也是呀 被搞得这么惨 不生气才是有毛病吧 新木妹妹实在是垃圾中的垃圾呀 喂喂喂 你别搞错了 我怎么可能在这种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中搞错生气对象呢 我他妈说的是你呀黑木 没事的新木 我一点也没有生你的气 相反 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 因为我以前和你一样 是个无可救药的笨蛋 得过且过 毫无长进 只知道对自己的亲人恶意相向 新木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这是绑架犯的常见手段 我听从要求就失票 然后绑架犯会对恰好不吃这道的人 急于诱导 让他们觉得最后人质的死亡是自己造成的 不过 只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就知道 真正有错的 是引发这一切的人才对 新木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目的 但你只是一个被害者 不要有任何的计划 更何况 这一切都是成为他们的目标的我的过错 抱歉啊新木 让你遇到这么糟糕的事情 明明上次还说了 游戏结束 要交换手机号码的 突然 新木站起身来 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 对不起 对不起友依 我 我就是接到了这样的任务 说要像上午一样 对你说那样的话 其实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的过去 但是我相信 现在我所了解的你 是吗 谢谢你新木 如果后面的游戏 还能一起做队友就好了 气 新木 等一下你可以自己回去吗 那有一你呢 我还有事情要完成了 那我也留下来 这样好吗 如果你留下来 可能会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我 没事 我已经决定要相信友谊了 明白了 那我就开始了 喂 黑木君 来不来和我玩一个游戏呢 又来了 怎么回事 他给人的感觉又变了 开什么玩笑 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 一千万 要是你赢了 我就给你一千万 你知道的 在这个神的游戏中许下落眼 就一定会实现 喂喂 我可不认为你能拿出这么多钱 哈哈 你不是知晓我游戏中的表现吗 既然如此 你肯定也知道这点小钱我拿得出吧 而且据我所知 你的这个游戏应该不是神的游戏的范畴吧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办到的 但是很显然 这时刻只针对我的游戏 你想借此拉远我跟心目的关系 又或者有其他的目的 但你们这个游戏并不是正式的 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办你的游戏 我也可以办我的游戏 怎么样 要来试试吗 好 那先让我听听游戏的内容 很简单 猜拳 赢一次就一千万 输的话 就把手指给切断吧 如果初步输了 就切掉五根 如果初剪刀输了 就切掉两根 如果初拳输了 就不必切手指 也就是说初拳头输了 没有任何的风险 我想想 这个游戏就叫 切手指猜拳吧 不过你大可放心 这个游戏对你是很有利的 因为你看我的手 用这只手 我只能出拳或者是不 那我就开始了 等 等 请 请等一下 啊 对你这么有利的游戏 你还在犹豫 喂喂 该不会你害怕了吧 好 既然如此 如果你赢了 我就给在场所有人 追加一百万 刚才我就说了 这是个对你极其有利的游戏 既然你秩序头脑聪明又有胆识 那么你没有拒绝我的理由 还有你们 赶紧给你们老大加油助威吧 这时黑幕身边的人群瞬间欢呼起来 看看这沸腾的气氛 即便如此你也不愿意吗 小鬼 行 脑子就陪你玩玩 这就对了吗 玩就玩了 反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因为这场游戏 我绝对不可能会输 正常情况初步风险最高 因为输了会被切掉五根手指 相对的出拳风险就低 也就是说 想要赢低风险的拳 就要出高风险的步 不过现在我有个巨大的优势 那就是友谊因为手掌被刀刺包扎起来 而没有办法出剪刀 那我只要出步 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那如果友谊也出步呢 喂 如果出现了平局怎么办 平局那就相安无事 游戏直接结束 不过我不认为会出现平局就是了 啊 平局就相安无事 该不会 它的目的就是平局吧 这种情况下 白痴都知道我会选择没有风险的步 因为友谊的手没有办法出剪刀 站在友谊的角度 他肯定觉得我会出步 那么我出剪刀不就赢了吗 嘿嘿嘿嘿 你以为我会这么想吗 我怎么可能轻而易举的上这种档呢 的确出剪刀极有可能获胜 但同时也有输的可能性 我绝对不能输 太轻松了 我没有任何输的道理啊 可是为什么 我老是有种不祥的预感 难道他还有什么奇招吗 喂 黑木 你不会是打算出步吧 是又怎么样 不 没什么 我只是明白了 你所谓的聪明头脑 也不过这一点程度而已 那又如何 你觉得我会改变主意吗 反正你小子还不是只能出步 不 我不会出步 啊 不要犹豫了 来吧黑木 石头 剪刀 别想那么多了 初步就对了 初步 我没有道理输的 不 这 这小子 居然 居然用左手 开什么玩笑 这个说好的不一样啊 我一头撞到了无人狂怒的黑木 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只是强调自己右手不能出剪刀 你什么时候觉得我左手不能出剪刀了 可笑至极 你以为 我会认同你这种耍小聪明的观点吗 快 把他给我绑起来 先揍他一顿再说 突然仓库里涌进了密密麻麻穿着制服的人 他们一瞬间就控制住了这帮混混 刚你看到一个女人正准备动手 却被女人一脚提晕了过去 这场游戏已经在我们官方代理人的控制之下 你就是这群人的老大吗 快说 你是从什么地方拿到的权限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在欺骗神 你叫黑木吧 现在跟我们走一趟 顺便让你知道欺骗我们 你会有怎么凄惨的下场 喂喂 横刀多爱可不好哦 我说黑木君 你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吧 你出的是布呀 把你的五根手指都给我吧 开什么玩笑 我都说了 我不承认这种游戏 这时穿制服的女人一脚踩住了黑木的手掌 可以请你快点吗 我们可是很忙的 来 选择吧黑木 从哪根手指开始呢 怎么一副吓傻了的样子 既然你不选 就让我帮你选吧 开始了哦 对了 你让我助手也行 看你之前弱者得胜的时候 也给了新木选择 这样吧 你让一个同伴代替你受罚就行 而且他只用切一根手指 怎么样 我很仁慈吧 黑木一听 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疯狂朝他的小弟求助 其模样让众人都露出了鄙夷之情 混蛋 你们这群垃圾 竟然敢违抗老大的命令 快过来代替我切手指 快 众小弟看着黑木 表情逐渐冷淡起来 我看着这一幕露出了微笑 好了 游戏已经结束了 他已经头晕过去了 呆子 笑一个呀 你板着脸干嘛 祝贺你高中毕业 今天面试 又没有成功吗 别担心 是你家公司没有眼光 这个坚持也太危险了 不是说好只是一个门童吗 怎么还跟客人打起来了 呆子 你可要尽快成熟起来哦 我怕我 撑不了那么久了 不过 我也会撑下去的 因为自己身边 有重要的人需要自己支持 神的游戏 到底是什么 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这一切 说不定只是我的幻想 我 正在做一个美丽的梦 如果这一切 真的是梦 能不能至少让我 走到梅雨面前 跟她说一句 对不起 混蛋 我无法接受 这样我不就要被神抹出了吗 小声点 你觉得那位给你这个弱者得胜 计划的大人物 没有考虑这点吗 你 你难道也是 可恶 没想到他完全不吃这套 本来想着后面 新木会被系统安排和他一起行动 才想用弱者得胜这个游戏 挑拨他们两个的关系 结果友谊那混蛋 不但破了局 还让新木对他更加信任呢 而且 他还用那么幼稚的方法赢了我 幼稚 看来你什么都没有弄明白呢 他一开始就把权这个选项 从你脑海中抹除了 友谊一开始就打算出剪刀 那他要怎么 才能保证自己不会凶了 让我放弃出剪刀或者权 没错 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给了你诸多的暗示 比如自己右手不能出剪刀 调情你伙伴的热情等等 我再多说一句吧 你现在的不服输 还有我们的出现 可能都是在他的预料当中 因为弱者得胜的游戏 他已经看出了制定这个计划的人 是既要折磨他 但又绝对不会让他死 但是就算事实如此 那又怎么样 我并非玩家 现在还有你接应我 我也不会被神抹除 他忍受了那么多的痛苦 而我却是完好如初 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失去 唉 你真是个愚蠢的无可救药的男人 在和友谊的比赛中 他的步步紧逼让你暴露了三个东西 而因为暴露了这三个东西 你失去了一个东西 你暴露的东西是头脑的愚蠢 气量的狭小 以及试图出卖同伴 你没有发现吗 这些都曾是你炫耀自己当上老大的资本 不出所料 当我问起你的同伴 你们想帮助你的老大 让他们也受处罚吗 你的同伴回答是无所谓了 那种家伙 你仅仅因为一次猜拳 就失去了在这个世界立足的根本 那我 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怎么办呀 准备扮演玩家参加新的游戏吧 我们会把你尽可能分配到和小贩一组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当我提及那位大人给我说的信息时 那个意志如铁的家伙竟然动摇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还用问吗 因为他们是最了解彼此的人 喂 想啥呢 想得都入神了 没有没有没有 看到你 想起了之前的事情 还在生我气呢 我女孩子吗 没办法的 怎么可能 我只是庆幸 庆幸自己还在玩游戏 这发生的一切 并不是虚无的 好像回到了之前刚见面的世界了 是吧 秋山生一军 现在你好像嗜学聪明一点了 不叫我真名了 我跟你说 这次游戏的玩家 恐怕都不是擅长 我不是最擅长抱大腿吗 你看那个戴帽子的家伙 上场游戏 就是他一人独营 不 我倒发现了一个更加不得了的家伙 这场游戏看来是场硬仗 喂 既然对手都这么强 你怎么 一点也不害怕 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因为我已经 没有什么能再失去了 神斗游戏似乎并非小贩所想 只是自己的幻想 因为前所未有的强敌就在眼前 SG智者大乱斗即将拉开帷幕 终极制度 一触即发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